或是可能一代例的 可能這些人他們在參與 其實十位運動的時候 他們願意一個怎麼樣 他們是參與 或者是說他們參與的意義 或者是可以做些什麼事情 只是單純的傳播嗎 或者是他們有怎麼樣的一個實踐的可能 然後另外一個我想要 最後一個問題是說 因為你今天提了很多左派跟右派的問題 那其實這個問題其實也很困擾 比如說要怎麼樣能夠知道 自己不是一個犬如的分析技術的 單純在做一個批判的問題 而是能夠做一個實踐的 能夠具有一個能力 就是一個價值的實踐的創造者的工作 那在這些運動或在過往的一個 自己的生活態度上 你是怎麼樣做的這樣 我先回答左派又回答比較快 比較清楚 我一開始都不了解這所有的事情了 後來這幾年開始去關心到這些事情 我開始自己去分辨 先自己分辨 因為要查很簡單 你只要Google 啪啪左派 啪啪右派 我一直就跟你講左派是什麼 右派是什麼對不對 右派是相信上帝 宗教這樣子 和諧啊 所以大家跟你講一些狀況 但你必須去親身經歷 你才知道什麼叫左派右派 但左派右派絕對沒有負面的意思 我一直在強調這件事情 就是左派右派思想沒有負面的意思 只是每個人的 對於人類共同進步的方式的不同 右派相信的是精英主義結合 帶領主義 我們要把資源集中在最有能力的身上 然後讓他們來決定所有人類的走向 左派比較像是所有人決定 自然天責 你不要選擇一個來改變 我們一群人該怎麼樣就怎樣 他去精英主義 就比較社會化一點 他希望所有人都一起過著不好的生活 也不要資本主義右派裡面說 百分之六十人過好生活 然後百分之三十人地域不如 這就是資本 貧富差距 社會主義就比較像說 大家能夠過比較貧窮 但都能活下去都還不錯的 所以社會主義 我們常常聽說 社會主義的福利比較多嘛 就是打車不用錢 你的國家看醫生不用錢這樣 所以左派右派對來說沒有什麼好壞 只是對於人類共同要走的路認知不同 每個人都能發聲 所以有六十億個聲音嗎 沒 對 因為一直在玩是不是 有人走 有人來的 有人長大 有人成年 有人能喝酒 有人能投票的 所以一直在變 所以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左派沒有好壞 所以這個對我來說比較好回答 所以我的意思是 你不用試圖在裡面找到一個非犬儒的 分析的 好的 錯的 錯 不要去想這個事情 所以當你在關心社會議題 我的經驗 大家知道你先不要認知自己是左派右派 不要 不要 因為你分辨不出來 你去學習 你去看 你去分析自己 你關心的問題是什麼 為什麼有人有關心的問題 你卻無感 同樣是社會問題 有人特別關心王家 你跟他講美麗灣 他有點無感 有的人在美麗灣 說明天我們去王家 所以這不是左右派的問題 他也無法找到一個所謂的犬儒去思想他 所以當你假如有興趣要關心這個事情 或是成為那個人 變成那個角色的時候 如果 功課先做少一點 先進去 先去過那種生活 然後你就會在那個生活中分辨出 裡面 你就會認識之後 你會發現 大千世界 沒有絕對 左派裡面有一堆右派 右派裡面有一堆左派 你會發現是這樣 所以到後面不是派的問題 不是派別的問題 因為左派的問題比較不像民進黨跟國民黨那樣 然後時而結合 時而言假戲 一天到晚那邊假吵架那樣的 那左派不是這樣的 左派比較誠懇一點 所以你可以教很多右派的好朋友 左派的好朋友 他們都會跟你講一個很對的方向 所以才沒有標準 有標準的話 我們可能在十年前 討論出左派右派 我們可能就 全球統一了 但不可能 實際上是可能最統一的事情 所以這個問題比較好會答 先回答 第一個是什麼 蜂巢 這個蜂巢 蜂巢 對 它其實是一個蜂巢 所以這也是我們擔心的問題 就是大家現在聽到 好像反政府就是一種蜂巢 這是一種最可怕的 這是最可怕的 你要認清這些人 這些人通常熱情 但是他們通常不知道他們的熱情 其實毀了整個大的行動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們今天在車上還講到 我們在做戲常常會買版權 買國外版權 通常版權一買就是你了 就是說亞洲版權我就買了 這就在我身上了幾年 對不對 我能演這個戲 但你要知道你假如有能力買到這個版權 你就覺得這個戲台好看喔 買到版權來也一眼 你把它做爛了怎麼辦 你到底要擔多少你的良心責任 假如這個作品是你覺得這一輩子 你最喜歡的編劇家的作品 我就哇大媽自然是愛死亦不生了 我一定要倒虧的家庭 我這輩子最大的夢想就是 花十年把虧的家庭做出來 那我就真的去做虧的家庭 花十年做出來 就比夢想家好看一點點而已 那怎麼辦 那表示我毀了這個作品喔 他在台灣沒有第二次機會了 所以我親手掐死了一個我熱愛的東西 你懂那個問題 你懂我的意思嗎 他對我來說意思是一樣的 這樣聽得懂 那第一個問 第二個 第二個 第二個是怎麼看待這些工作者 在這當中的角色 或者就是說 在對於現在這種風潮 他們只是大部分是做一個 他們的角色可以做什麼 比如說他們現在只是做傳播 或者他們很多是在 我們有的時候批判說 這些社會運動中太多這樣的 立文工作就是加入 加入是一種唱歌跳舞 然後吸引大眾的地方 是忽略他這個運動的本質 或者是說 那他們的角色 你如果是 因為你可能舉得到接近這個角色 他本質其實沒有被改變 方式被改變 就像我們剛才講的 我們只是從走到馬路走到網路而已 所以以前 這街頭運動最早的 我們印象中有的 就是 別到像100個人在上面講事情 或者是講上帝 對不對 他背一個喇叭 你有看過那個小時候 背一個自走 背一個電瓶的 然後有喇叭 就這樣碰上頭 五六米的一個人高 特別好看 外國人插著一根 跟太空人一樣 走在路上 後面背一個電瓶 天國來了 他就是在宣傳 他意思就是一樣的 他們靠一些工具在做一些事情 所以是工具的必然 所以在社會運動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重點是 你要聽裡面 對不對 我們把人 造到街場 為什麼造到街場 街場最大 可以放最多人 而且是個公共的場所 每個人都能來 我沒辦法請一萬人 到我家裡面聽我講話 所以一定會選這種公共 所以在街上街頭 那你要集合這些街 這種大型活動 你一定要有一個 一個 一個領導中心 領導中心 要必須不斷地去傳播一些文化的 資訊跟控制整個活動的狀態 對不對 所以我要 organize 所以我要有一些節目 節目很重要 你要知道 天安門抗議的時候 不是我們看到的都是 啊 他們不是日小時候 啊 他們要失敗 要大便的 要休息的 所以他們大部分的時候 在那個狀況下 會有一些部分狀況是在 一些精神喊話那樣的 其他就跟參加飢餓三十一樣 你是在休息 你在忍受某種狀態 飢餓 或是被忽略 或是恐怖 或是慢慢聽著坦克車 很無聊的 你就是在街上 就是坐在那 那你不能只坐在那 坐久了 每個人都瘋了 所以他們會不斷地討論 異議嘛 所以在六四的時候 不斷地有很多小組討論 小組異議 那他們必須要激勵 他跟軍隊一樣 我給你吃的 然後我要給你什麼 希望嘛 我要給你熱情嘛 所以我們在軍中會 看那個 POP GANG嘛 對不對 殺壞人 搞教官嘛 就是 有一些要激勵你的東西 所以左派裡面 所有的激勵動 街頭的都是唱歌 歌很重要 我們不能只聽到唱歌這件事情 他們唱的歌不是一般的歌啊 他們唱的歌全部都是 講抗爭 講人權 講異議題的 所以這是很重要 所以他們在娛樂的同時 他們在不斷地教育 跟自我教育 所以 當我在某個狀況下 從聽我以前 幹中的某首歌的時候 我有不同的反應 所以某個狀況下 聽到一些那種 哇 街頭上唱起什麼 我就 我突然就會 啊 所以他是 不一樣 他有點像 你要跟我談到說 假如說音樂 為什麼站的比例這麼大 他跟 正式軍隊是一樣的 軍隊裡面有一個義工隊 軍隊裡面有中山士 你也可以去唱歌唱卡OK 這都是必須的 所以不是音樂變多了 他一直在 一直在 最早的街頭抗爭的形式 也會轉變成街頭藝人 他只要一張牌子 他就能夠 講出他的抗爭 他只要寫一個文字 大家可以再唱歌 他在旁邊唱歌 他有一個 post 我恨政府 之前看到一個 你要是不投錢給我 我明年選歐巴馬 一歸錢 他們有各種創作 這就是表演 你懂我意思 這就是 好玩 好笑 但是你有表達你的意圖 所以在 現在的很多都是靠這個 那台灣走彎了 很多事情到台灣都走彎了 你都必須得重新認知你認知的東西 所以台灣沒有太多好的抗議的時候 能夠唱的歌 我的命題其實就是來自於說 是不是現在的這些歌 或是這些 這種小清新 是不是過多於大到 就是影響了運動 沒有 有時候會 這是常常在運動現場衝突 自我矛盾的 其中一個 常常在 因為活動 難就是難在 沒有open line 沒有 我們都是帶著 人權的狀態來的 所以他們有很多派員 大學的什麼什麼什麼 有很多不同的 音樂圈的什麼 所以他們必須要去融合這一切 那有一些人覺得啦 這個很煩了啦 因為基本上有一些右派的人 就煩了這種唱歌跳舞嘛 就覺得 因為台灣為什麼這麼做 是為了要吸引新聞媒體 台灣為什麼要這種方式 吸引新聞媒體 因為台灣的新聞媒體的素質 還不夠高到 他能夠認知 這是一個值得的活動 跟值得報導的新聞 就算他們來拍了 他們的主管 也不會認知美利灣 是一個重要新聞 所以那個時候 就完全沒有美利灣的新聞 我們在那邊 答那個什麼 答了這麼久 這樣子 只有一點點新聞 那因為商業 我們在商業中活動 我們在商業的世界中 我剛才講的問題 我們在商業的社會 社會中長大 我們在比較偏右派的社會中長大 我們在比較偏 國民黨這種 集權民主 恐共的狀況下 長大 所以 當我們在這個狀況下長大 我們的教育 我們的生活經驗告訴我們 我們要抗議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要引起別人注意的時候 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站台 站台 找藝人站台 所以其實現在有很多活動 會變成站台性主 這是很多 真正從事社會運動人 擔心的 但是我必須要說 那些手會擔心的 這些事情的社會運動人士 你們擔心太多了 因為 沒有人說你們一定是社會人士 必須要當社會人士 因為我們也是社會人士 那些歌手也是 不管他用任何的方式 走到一個free land 一個街上 他就能夠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 當你是一個開放的 走到這邊的人 能夠接受這所有事情的人 就不應該質疑你們的朋友 你在那個街上 只能相信他 就算他是政府派來臥底的 旺中派來臥底的 這麼晚才拿出來 現在開始 啊我們怎麼連這樣 所以 就會有爭執了 但這些政治一直在 也會一直存在 對 那慢慢的 當然有很多 你所謂的小青心 其實小青心聽起來 蠻色的 像以前講文青一樣那一般 好像就是說 啊 但真的要你講的什麼 哈 會有那種感覺 所以當然也會有人 在意識到這個問題 但是好的 一定是好的 更多人走上來 用任何理由都是好的 你相信你是善良的 你就會不 你 你假如相信你是善良的 或這個行動是善良的 這個行動是有心的 你就要相信這個善良的行動 就算來一顆老鼠屎 老鼠屎都能變成稀飯 你最終能夠感化它 但你假如被它就感化掉了 你本身的立場就是太動搖了 你們這個活動太簡單了 你們也別辦了 左派的人就是要狠一點 我們的觀念不是靠著定法律 跟前置 跟限制你的行動 來規定你能做什麼事 不能做什麼事情 右派永遠都是在定法律 告訴你能做什麼事情 不能做什麼事情 所以街頭你要知道它是一個非常自由的 所以就算你質疑說 現在一大堆歌手就是來這邊賺人氣的好像 反正就是 什麼叫歌手 什麼叫藝人 什麼叫宣傳 就是往有人的地方去 所以就算它是抱著去宣傳 去孤民釣獄 去參與社會運動 因為現在社會運動很夯嘛 提到社會運動大家都會提到 哦 誰誰誰誰 那大堡就很不爽 他長期關親這麼久 他只不過去看一眼送一個廁所 被講得好像他統籌這一切 然後被人講 他就生氣了 他就怕我再也不管了 就會變熱 那 對 其實大堡也有點幼了 我也為自己跟他吵很久 就說你別管 你絕對為自己要做 你太脆弱了 這個你經不起統戰了 真打起仗來了 對不對 當摸兵的都知道 你經不起統戰了 別人弄你兩下 你就離開這個團隊了 他們就少了一個資源 雖然你說 我真的沒做 總共只是關心他們 關心太重要了 你少一個關心太重要 而且少一個 有 一萬個人關心他的人 關心太重要了 因為他在網路上一PO 就是一萬人之道 所以我就算再怎麼不喜歡 就算我是那個王家看人 我再怎麼不喜歡這個人 我都 我不能不讓他來 因為這是一個公開的場所 這是介紹 這是自由的 所以任何人都能來 馬英九也能來 我不能趕他 美人都能來的 你要有這樣子的心態 你就不怕任何人來了 所以你也不用質疑 為什麼你們都常來 你看我們 現在社會運動起來了 每個五月天也來了 陳群真也來了 那以前我們你們在哪裡 很多人像這樣子吧 對不對 以前我們的時候你們在哪裡 不要說這種話 永遠沒有人敢再加入運動 我每次一運動 我就要被你質問誰 我們之前那什麼時候 你在哪裡 每個人來 你知道問我一次嗎 你問我一次嗎 我對不起嘛 我就是之前沒來 所以我現在來了嘛 所以千萬不要被這種話 給動搖影響啊 假如你現在很關心社會運動 跟台灣社會運動的發展的時候 你不應該太關心這個事情 但你要觀察它 但你不要太用這個事情 罷了你自己 你不要太被這個事情影響 因為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每一次上街 你為的是什麼 永遠要回去想為什麼上街 上街容易興奮的 對不對 女孩上街就崩潰了嘛 Shopping 很容易失去理智 男生上街也是一樣的 你上了抗議的街 你很容易失去理智 你會永遠忘記 你會有意思忘記 當你拿起東西想要查警察 或者是 你被警察驅趕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忘記 我們為什麼來這裡 所以你要提醒自己 然後你接下來會去參與一些 或是 就在家裡關心也是一樣 你都要永遠提醒自己 為什麼你要做這件事情 跟為什麼來這裡 欸 還有一個問題嗎 沒有 答完了對不對 三個 所以大概就一直想 好 欸 我們真的要再去做車還是什麼 對對對 好 各位 我想 真的都不知道 欸 或者 搞不好 這個就是民主的投票 大家都不趕走 他就要留下了 欸 沒有什麼事 哈哈哈哈 我不是 怎麼叫領域部長 老實講 我終於知道 我們以後 如果社會運動的課程 實在要請我們的建廠 阿廠來分享才對 所以 看起來這個軟劇團很故意 明明是要來講劇場 那個人生 其實背後 一直在刺激 教導我們的 這個 應該要關心社會社會 沒有 但其實戲劇也是在講話 是 所以各位 以後 都都給他支持 不是 都都 給他努力我們教育 支持我們教育的土地 好 那我們是不是 跟他 大合照一下 雖然 人越獎